从看了跑门后就被真人小孩哥的身份有了实感 就是说平常看张真人出外路 就算是他随便走的路都能杀分弦上 出现的那一刻妥妥的就是重生之我当霸道总裁 平常开口叫他一声张总理不亏 如果妥妥他上了跑门后出了你的反差感一下就来了 要放弃游戏时他趴在气球上就是一只妥妥的小猪包 放眼光去的发烟 好不晓得一只小猪呀 感觉在气球过去就能把他玩小猪了 趴着趴着一只小猪这样我不自然的爬了上去 我爬爬爬 趁着好元气好努力又好可爱的一只小猪 比较爬积木实力 前一秒他还会多个姐姐们在天堂吃光 大一米 别让我说有三小孩怎么变好 我原来还会带地走的吗 是这样 是这样 姐姐们在前面正分真真 晚天没看游戏 小猪哥在后面 简直在写着爬积木之处 她给你手 手奢供我这样的蝎子 鞋子怎么掉了呀 实在是 我猪的分在姐妹们后面看 俗布随必放小坐 已经成为小孩客队立场了 远远看过去 小孩跟他们都好小一只啊 静靠下起来好人就好可爱呀 静靠下起来好人就好可爱啊